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EB7 Pro 是我如何跟APP连接的 APP是ODYLIFE 在各大用市场均可下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ODYLIFE我已经下载好了 图标是这样子的 点开APP 点击新用户 输入邮箱或取冤证码 再输入密码 注册账号 我已经注册好了 点击登录 输入密码 点击添加设备 长按机器的POWER键开机 绿色时灯亮起 再短按POWER键 蓝色时段闪烁 点击自动获取 输入手机所连接的WiFi 再输入密码 点击下一步 用机器 用机器耳输入二维码 现在配置 随便说一个机器的名字 机器名圈 现在就已经连接成功了 点击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相机的分辨率 照片分辨率 麦克风的音量 把拔发来明亮 这样就收拾好了 手机和机器就可以通话了 在最后再用的小手机 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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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你可以点分享键 将BP7 Pro分享给你们的家人和朋友 点击添加设备 扫描2维码 点击确认 你可以在其他设备上同时看到这台机器的影像 也可以进行语音通话 BP7 Pro的APP详解就到这里了 我们这款产品更倾向于医疗工程维修等行业 当用户佩戴BP7 Pro时可以释放双手进行工作 当操作遇到困难时 技术员可以通过APP进行远程指导提高工作效率 BP7 Pro的更多使用方法 期待大家的发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